持續的豪大雨也造成各地相當的警戒 包括了大雨嶺一大早民眾很無奈的說 第一次淹水淹到西幹 懷疑是不是跟台九線拖寬工程有關 而花蓮縣議會的副議長潘岳小也表示說 會再向中央回報來釐清 捲起庫管撐起雨傘外面風雨大 但是屋裡卻也跟著淹水 居民的臉上滿是無奈 正是玉嶺鎮大雨嶺 靠近車站附近的七八戶從清晨開始就淹水 就連台九線也變成河道 居民都說第一次淹成這樣 我還要拋台子了 整個淹起來 過去也是會淹水 但是不至於淹到膝蓋 甚至是大腿的位置 所以居民以及里長都懷疑 是不是跟台九線拓寬工程有關 就請來廠商以及花蓮縣議會部議長 來到現場查看狀況 就是車站這邊 車站這邊因為這邊的水先線不去 所以導致車站那些都淹水 淹水很多年沒有淹過這麼高的 要做一個流理的計算 計算出來如果真的不夠 那該怎麼樣就做怎麼做 如果是透著 就要檢討整個區域排水 那我們也會提出建議 潘月霞說 目前秀庫蘭溪暴漲 也擔憂高僚大橋下的 塑菌工程並不完善 會後會在錦縣政府加強塑菌 是整個秀庫蘭溪的河床是這麼高 在雨裡的稻田這樣子 所以目前的稻田都是汪洋一片了 最重要的就是高僚大橋的一個蘇菌 跟一個出水口 因為高僚大橋那邊的去高度比我們設計還要高 所以整個大雨裡目前淹水非常的慘重 根據氣象局資料顯示 受到淵規颱風的外圍環流豪雨狂炸 花冬雨量驚人 多處的累積雨量都超飆 各地也都傳出災情 不過幸好都沒有人員受困以及傷亡發生 據說高雙雙預證裁縫報道 據說高雙雙預證裁縫報道 所以說高雙雙預證 Voll 請問多次 第10一個星期 經紀洗臉